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联合打击 还有战场支撑 还有这个综合保障体系和能力的建设 这都非常鲜明地指出来 就是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就是这个战争的基本形态 可能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 多军兵种力量的一个 共同的凝聚和倍增的这样一种形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肯定要加强那个联合作战体系的建设 联合作战体系可能是 打赢这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 一个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也是一个力量呈现的一种形态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 可能是信仰化战争的这种形态 信息主导的 体系对抗 这个力量的融合 这样一种状态 那未来可能还有智能化的 这个因素在里面 就是你像现在无人 无人智能的力量 这个党大二大报告里面 强调无人智能力量的这个发展 这个要重视 这种新的形态的这种斗争形态 也是在不断的 但是体系的这种力量的融合 它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要把 因为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战场分布的 从这个地域分布上来说的话 陆海空天 电磁 网络 包括认知 这些领域都会成为 这个直接的对抗的这个战场空间 所以你这个单打一的 那可能是不够的 所以要把它各种力量 要融合 要协调的发展 首先要协调发展 这个能看多远 能打多远 这些你必须要协调起来 对吧 还有一个保障的问题 你为什么我们这次 这个大家看到一些重要行动当中 我们的运营20多次的来展现这个 那应该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战斗机的数量 我们现在也是位居世界前列了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比较充足的 这种加油机这个保障的话 你的这个力量上就要 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它的最大的 这个就相当于这个高速路上 你要没有这个足够的加油站的话 你这高速路就运行不起来 它是一个体系化的一种设计 它就是一种体系化的设计 交通就是一个体系嘛 它是交通体系嘛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保障 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保障的行动 你要没有做到位的话 它可以导致这个满盘皆输的一种效果 所以这个体系里面不能有短板 如果有了短板弱项的话 我们必须把它填补起来 应该说通过这些年的这个改革强军的这个发展 包括科技强军的这个发展这一块的话 我们也看到我们在这个联合作战体系的能力建设上面 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 我们也有强大的这样一个维护安全的 这样一个军事能力的话 将来的话 我们可能对维护我们国家利益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 这样一个强国的目标来说的话 强军的目标来说 包括在港大二十大报告里面说的 这个到2027实现建军百年的奋斗目标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一 它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所以这一块的话应该还在不断的加强 要实现这个我们这个国防军队建设的现代化 这样一个 那么联合作战体系建设的话 联合作战能力的提升的话 应该是一个重中之重 它也是一个综合的体现 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演习的行动 通过一些护航的行动 通过这个像这个台岛的警巡 还有这个联合力舰等等一系列的行动 通过日常的训练来不断的强化 这个联合作战的体系建设和能力的提升